各位同學們早安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的招會必須趕往線上 今天是本校第十一期 駐校藝術家開幕的日子 很開心邀請到第十六屆高中畢業的校友 郭思敏回到學校展出她的精工作品 郭思敏小姐 畢業於淡江保文系 美波耶魯大學碩士 希望藉由這一次的展覽層層漸廓 讓同學們能夠了解精工藝術 同學們課語的時候 勿必到記憶展覽廳走動 欣賞這一次的精工藝術 接下來影片讓我們一起來認識 郭思敏小姐的精工作品 大家好 我是高中第十六屆畢業的校友 郭思敏 非常感謝校友輝和學校 讓我有這個機會成為這個階級的 駐校藝術家 來跟大家分享我創作的點點滴滴 其實重新踏入校園 以前的美好記憶 也重上新頭 我覺得魏里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校 因為可能因為住校的關係 所以我們除了知識方面的學習之外 我覺得更大一部分是在於生活上的學習 那我覺得魏里的老師也都很特別 他們都很重視我們的品德教育 還有生活方方面面的教育 而不是只有單方面的著重在課業而已 這個其實現在回頭看 真的覺得是非常特殊的經驗 那我覺得魏里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點 一個是讓我學會分享 那同樣我想應該是住校這種團體生活 所以你就必須要學會 不要做一個自私的人 要尊重他人 要意識到除了你自己之外 還有別人的存在 那另外一個就是誠實 我記得我們以前在學校還有榮裕考 就是沒有監考老師 那其實學校應該是用這樣的方法 潛移默化教會我們 要誠實的面對外界 然後也要誠實的面對自己 那這些做人的道理我覺得都是 應該是可以影響我一輩子的特點 所以我想到學校的時候 其實想到的除了 除了吃飯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非常賣力之外 那另外就是這些生活上的教育 我覺得對我影響真的是非常的大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我的學經歷 我魏里畢業之後就考上淡江法文系 那畢業之後才去美國 我又重新唸了加州藝術學院的建築系 然後再唸了耶魯大學的建築研究所 其實我會做現在做的 藝術家這件事情是我當時想都沒有想到的 那我先來分享一下 因為好歹我也學了建築這麼久 我要先分享一個事 我最喜歡的一棟建築 他是科比毅 科比毅是一個瑞士裔的法國建築師 他是1887年生的 那他是二十世紀 應該是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 也是所謂的現代建築的開拓者 那但是我選擇的這個 我最喜歡的一個案子 是他是叫狼鄉教堂 他在法國東南部吧 這是一個羅馬的天主教堂 那他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原來的教堂被摧毀之後 人家委託 科比毅設計 重新設計這個教堂 那這個教堂 放下一張 我可能這樣子的介紹 對大家會有一點點跳通 因為你們沒有學過建築 所以可能沒有 沒有辦法了解 我為什麼選他的理由 因為科比毅他是現代建築之父 然後他是福音於 form follow function 就是完全功能主義的一個建築師 那他也有對現代建築有提出五點 非常重要的 關鍵性的發明 那他其他的建築可能都是 功能性非常的強 然後可能也比較 比較是理性的設計 方盒子的設計 但是這棟建築 居然完全像神來之筆 他是完全 我覺得很難用理性可以分析他的 就是現在這第一張是從遠遠的一個小山丘上 你先看到這樣子 然後再看到這個這個view 然後這就接近他的正面了 有人說他很像一艘船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 就是一個純藝術的創作 非常的非理性 他的雕塑性非常的強 那空間的趣味性 我覺得也非常的強 就是南邊有 你看到這些有小小的窗戶 等一下我就會帶大家進去裡面看 OK 這個是你從北邊的入口進入之後 你看到南邊這道牆的這個這個非常厚重的牆 有光線透進來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牆跟屋頂之間有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是把那個厚重的屋頂跟牆面隔開 所以他其實透過這些光影導入到室內 尤其在一個教堂這樣子的功能 教堂這種方形的建築形態來講 光線其實就 非常接近於神性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小神像 那這個是聖母瑪利亞 就是原來那個教堂裡面的馬利亞像 在被摧毀當中 被找到 所以他們把它保留下來 那你可以看到他 那你可以看到他 所以他我想應該是可不自己畫的 因為他同時也是一個教塑家 也是一位畫家 他跟那個皮卡索他們都是朋友 那這邊就是透過光線 我的理解是我覺得好像透過光線 這好像是 神的語言嗎 這些都是他的彩繪玻璃 然後這是他處理光線 剛剛我們前面有看過 那其實他這些建築 開口如何導入光線的手法 其實影響非常多後面的建築師 包括安藤忠雄等等 太多人都被他的這種建築啟發 那這是室內的另外一個view 可以看到光線 用不同的間接的光照射進來 那這是從外觀上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些很sculptural 很雕塑性的形狀的建築物 在室內看它是一個導光進來的一個 我可以稱它為光的容器 這個是非常抽高的一個部分 那它下面就是一個小小的祭壇 那這個光線從上面這樣子導入 我覺得很像是在洞穴裡 其實也很像就是它有一種非常原始 非常touch到人最本能的一些 靈性反應吧 是另外一個步 然後這個 這個 右手邊這個很奇怪 像W形狀 其實是它設計的那個落水口 就是把屋頂上的雨水 或者是雪融的水可以倒下來 它也是充滿雕塑性的造型 那我之所以會這麼鍾愛這棟建築 是因為它的非理性 跟就是它有很多是 我們無法用正常邏輯可以找到答案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這個直覺力是藝術創作最重要的地方 我的作品如果你去計算它 每一件作品有幾片構成的話 應該大概都不會超過六片到八片 那下面這一件其實這次有展出 這件是我覺得 這件其實只有四片而已 四片構成 但是它構成出的那個空間 一件豐富性是蠻多樣的 然後它也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擺法 所以這些也算是我自己的一個標準 或者是遊戲規則吧 這是我著迷的事情 就是用非常精簡的話語 非常精簡的元素 然後呈現一個豐富的空間狀態 這是我在追尋的事情 然後另外想要講一下 就是尺度的力量 就是尺度放大以後 我們對那個空間的 更可以感覺到空間的張力 比方說 比方說這一件是沒有任何計量標準的一個空間 這就剛剛那個四片的那件作品 但我常常在做的時候 就很建築習慣的就會 我每次在做空間 我都會放一個人的底力大小 這樣子我們才比較容易感受那個空間的尺度 所以我 我在做雕塑的時候 我也常常會喜歡用一些 用一些figure去放在裡面 可以想像那個空間的大小 那這是沒有任何測量物的 目測物的空間 然後我放了一個玩具貓這麼大隻 你對那個空間的感受是如此 然後縮小成米老鼠的大小 然後最後回到小豬 就是這些事情是建築的影響 也是我很著迷的一點就是尺度比率的變化 然後就是一些展場 還有實際的建案的分享 這是我第一次辦展覽的 這是在成品畫廊的展覽 那我其實是透過 你看左手邊有一個燈光照著兩個紙的模型 下一張 那小小的紙的模型 透過那個打光的距離打在牆上 它會造成一個不同尺度的一個影子 這其實也是我 我在我有興趣的事情 就是尺度的變化 這個是另一系列叫做在空中 它們很像飛行物一樣 它其實都是非常簡單的結構 每一件它就是三片而已 然後其中有一片是有一點弧度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個動的感覺 我現在 就是它 我實在是口才太不好 這個是展覽的時候在看影子的空間 這是台東美術館 這是台東美術館 這個是在亞洲 台中的亞洲大學美術館 那這棟其實是安藤忠雄的建案 難得有一個可以有這麼大自然採光的一個展場 但是我想這個美術館應該不太好使用 這是在某件案裡面 這也是某件案 但是那時候的作品的成績 就是擺設的台作 我覺得那個並不是太理想 如果我現在重新做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 像這次在展場裡面那樣的擺法 我覺得讓那個作品 跑出台作的範圍會比較 空間比較有趣 這是同一件作品在工廠施作的狀態 之前還沒有拆封 這個當然是理想與現實 這是理想 現實是那個環境比較 背景比較亂一點 這是電腦3D圖 沒有真的做出來 那這是某一個建案 對不起 它需要處理一個轉角 它需要兩邊都能夠 顧到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個 一個形式可以 turn in the corner 這是在一個 就是在一個辦公大樓 最後這個是 在蘇州成品前面的一個 7公尺高的建案 那我自己一直很喜歡鐵工廠的氛圍 所以我就刻意分享一下 它在還沒有完成之前的狀態 在工廠的施作狀態 因為任何龐大的事情 都不是你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 你都需要有很多貴人的幫助 我覺得好的工匠 認真負責的各種環節的人 都是我的貴人 這就是最後一章 那請各位原諒我的口才實在是太不好 講得非常的潔八 但希望 希望我的 希望我的分享能夠 給學妹們一點點 小小的啟發 或者 encouragement 那謝謝